台湾可能有一点点好像有点遥远 其实以前的寺院在山里面 出坡其实就是去那边种菜 因为在山里面嘛 所以你知道山坡上面可能是种菜 砍柴、劈柴 劈柴以后烧火以前没有瓦斯嘛 就这样的生活 然后所谓的出坡的制度是 不管你甚至是高到寺院的主持 当家的师傅 或是小到寺院里面不同的 都要出坡 换句话说都要劳动 我想在一个寺院 其实是要的是一个心灵的 回到寺院去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要休息 但是劳动 可是劳动在我们今天科技时代 其实是被瞧不起的 小时候讲的都是风花太青 不然就不要劳动 最好方式是 好花太青到大都市去给别人养 最好是不要劳动 最好是高科技里面 我想我这里想要请几位 宇潭人谈的就是有关于劳动 因为土地其实就是要 土地其实劳动是 土地跟土地 连结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怎么样劳动 土地跟心灵之间 怎么样透过劳动 刚刚其实几个 宇潭人也有带到 但是我想要 有点点贪心 我想要提高请他们 从劳动 从劳动这个角度 来谈一谈 哪一位宇潭人想要先 好请 尊敬 尊敬长辈 所以我先代替这个劳动 这个不是因为我自己在做小龙腿上 如果我们来谈 劳动的这个部分 也许我更应该要从台湾的经验 我要直接切入 其实当我们在谈 心灵与土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今天进入到这个议题之前 我必须要感谢 台湾二十几年来 一直在推动的社区总体营造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小龙的价值 以及像在下 就是座位以下的 我们这一群人 不管我们从事的是 希望的农房 或者透过土地跟心灵 有任何的器重 我们在所谓的大众物资 跟大量的惯性种植里面 我们都是少数 但是我自己心里目睹到 台湾包括全球 已经从过去的 制造需要 走到了消费需要的 这一个市场 过去 农人工运什么 工业家工运什么 是他们在创造我们的需要 改变了世界的 其大化的进步 于是 有雷川先生他提到的 我们当时一手手要创造的 以为可以大步向前的 当代文明 他可能带着一种 逆袭的可能 他在压抑我们的智慧 甚至于在躲上 我们人之所以走过来的 文化价值 于是 雷川先生说 他没有手机 我听了心理 好开心 因为 能够跟偶像一笑 我就很开心 因为 我也没有手机 我没有手机的原因 不是我希望留给我的智慧 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是因为 有好多好多电话 他也是在切断 我自己比较自私的时间安排 那我没有因为石头开悟 我因为一个手机 我开悟了 我在想 是谁我这样子的权利 可以随时切进来 就把我的时间切一块 因为那样子的开悟 我发现 如果我连我自己的时间 我什么时候要回电话 我什么时候接电话 都不能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一个自由的人 一旦我没有自由 我怎么用一个知识 以外的力量去推动 我心里面想到的 没有经验的 新的一个未来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见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 所以就在这个当中 我在想可能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交流的 我会鼓励大家跟福建大家 当你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且同时把你的绝望 跟你的欲望拿出来 只有在你的天秤上面 我们自己有了决定以后 会对它好勇敢 我自己所遭遇到的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我个别的问题 因为我要从事自然隆隆 我同时从难道别道懂 我也去亲密去观光 有些朋友也是在这个线上 只是有两个问题 我们回避不了 但是大家很怕讨论 就是在从事有机种植的人 你如何去面对 有抵抗的游击 没抵抗的游击 阿远幸运吗 也还不是 我碰到的是 没抵抗的游击 什么叫没抵抗的游击 你可能没知识 没资讯 没经验 所以你在做这一件的时候 是瞎子摸下 这是在行为上 然后另外一个没抵抗的游击 是因为 你现在要从事自然农法的这一个基点 它可能跟别的农田有距离 可能跟都市有距离 所以相对的 你的空气 你的落井 你的水是干净的 也就是说 没有惯性基础在的时候 它叫做无抵抗游击 你不要去越靠外来的 但是这一个时候 你必须要承担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你可能不得牵索 会有的天敌 你自己搞不清楚的风闻 水闻跟气候变化 你放不放弃 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更大的麻烦 反而是有抵抗的游击 很多人的辛苦你想做 可是你旁边 就在喷洒出草期 喷洒花肥 喷洒農药 当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自己悶起头来 做更高的围理 好好的做 还是你愿不愿意发挥起 刚刚我讲的 台湾20几年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叫做社区总体营造的精神 你有没有移过的勇气去沟通 去面对去交涉 甚至于必要的时候 送他DVT送他书 去影响你旁边 哪怕是像传道士一样 在进行幻性动法的人 其实我看到 除了我们眼前少部分的人 很多自己 现在我讲的龟荣运动 回到乡下的年轻人 他们大部分 是想平衡他都市里面的不满意 以及价值不被完全里面的欠缺 他想好好地做 可是他需要拿出来的 是社区总体营造 那个时候 自己既是光 又是美的那种双重角色 你需要去像库星针一样 去渲染去影响 不能只是自己来 来处理 你那个有抵抗力的有机能法 我觉得如果你是在一个 有抵抗力的有机能法的环境里面 你擅自 好好地发挥社区总体营造的精神 就我很开心 我以我在金山的例子 在我们 我的农场 在金山有一个清雪溪的上面 那我的农场上面 有一个巴烟蒟蒻 也在做有机能法 那我在金山 我的清雪溪的下方 有一个六五村 也有一个美河 对不起 你那个是哪一个村 你住的地方 对 金山 金山的那个地方 就是 塞着一些人 都在做有机很干净的重视 可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中惭愧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彼此认识 我们没有交流 我们没有交流 我们用各自的方法在突破 在建构自己 美好的对土地的想望 所以我在想 也许在今天之前 我们用我们的心灵 在对待自己的土地 可是我自己 没有看到我的心灵 跟我所在地 金山这些人的心灵交流 也许我们的土地 点对点的连结 可以把本来有抵抗你的勇气 我们逐一慢慢教育 然后变成一大堆 我们抵抗的勇气的做法 好 所以 这个段的一个对话 我的结论就是 假设在这个各位 有人曾经参与过社群总体营造 或者像社群总体营造 就是说 你曾经已经在经历了 我们不妨来看 台湾的两个例子 可能这个是对我们现行 在进行一种 第一个是各自的工法 是最好的 我认为台湾有一个 很成功的例子 是杨伦门先生 杨伦门先生 他是农家子弟 虽然他没有直接布农 可是他非常无私的 在进行很有 具合力的小农厂的小农厂 农夫市集 他找到特定的公共空间 或者一块私有的商场领域 他透过商业的行为 去乘租 去谈爱 去行销 然后他把很多可爱的小农 带进来这个地方 进行销售 他让农人透过世纪 面对面的 跟消费者变成朋友 这是现实总体 营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不可满游 那第二个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例子 很棒的例子 是主妇联盟 主妇联盟 他透过管理性的销售 你要买我的东西 请你先成为我的会员 这看起来是小案 不是一大案 可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会变成加入主妇联盟的人 已经有个预期准备的心理 我要参加你 当我要参加你的时候 我的参与的力量就很大 我进入的力量就变得更客观 因为我是你的会员 正如同我在前一段所讲的 原来自然的正义 跟法律的正义要同时存在 这就是社区总体营造 带给阿圆一个很好的过去的经验 因此我多半使用着社区总体营造的精神 在取育我现在的农场 因此我目前有聘请的很多位 是我们在地的 就是说已经卸了持的渔夫 或者他家的农地已经荒得不想再种的人 到了我的农场 阿圆的农场里面 聘请无畏农夫 我们除了地形的种植 其实我花最大的时间跟心血 就是陪着他们 带着他们去听对的也去听错的 所以我们从来到北 台湾的很多农业改良场的客人 我都带着他们去上 我听不懂 但是我希望透过陪伴的过程 让他们听到专业的 那么也让他们 虽然这样开着车 一整车的人 就到台东 就到花林 就到云林 也去看别人怎么样的一个实施操作 其实我的结果就是 社区总体营造里面的 有些有组织 有管理 而且有资讯整理的做法 应该是当我们在处理 土地 地上路 跟人越在心灵 以及你的生活的产出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很有用的 穿洁力量 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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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听到 所以我忘了 对 对 他说那个 当天的入门 入神的 不要提醒一下 原来我的提问是 土地 土壤 土地跟心灵 通常在泰国 那出去的时候也讲就是我讲的想讲的 刚刚这个对话就不是这样子了 因为一些主题是没有在我地方 因为一些主题是没有在我地方 而且我没有在我地方 他说,其实有些主题是我非常专长的,所以可能我讲的不好,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题目是有关于劳动,就是工作劳动跟心灵的关系关联。 所以,我相信,工作有自己的提案,而工作必须有自己的工作,不仅是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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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自己的提案。 工作,他说工作不应该只是为了,好像是工作, 博生而已,工作其实应该要有不仅一个面向,应该有多几个意义跟面向。 给 انес Kahвал说,你看我从他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观点,工作其实是,也要带我去昇華,也要带我更大的功夫, 更有意义跟工作。 這個病人应该要带你自由。 不信任 真的 jazz & 珍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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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制造 制造 妻子 掌握 他说,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应该让我免于饥饿,免于贫穷,免于被他人所控制。 那一个好的工作,事实上应该让我觉得人生的,我自己人生的使命意义能够更加的精进。 他说,其实虽然讲劳动,可是,你必须要劳动, 你必须要劳动,像是真正的活动。 他说,其实虽然讲劳动,可是, 他想要把这个扩当成工作,其实,静坐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那,因为,为了人的幸福,其实那个智慧,智慧往往是从静坐而来的。 而,为了佛仁,如果您有成功的工作,您不能停止工作。 因为,当您有幸福,当您有能力,您必须要劳动, 您必须要劳动,爱, 而,为了人的幸福,而为您的幸福,而为您的幸福。 所以,我们必须要劳动,他们的幸福,而为您的幸福。 这是一个世界,不是为您的幸福,而为您的幸福。 所以,我们必须要劳动。 一个成功的佛教徒,当他开悟了以后, 或许是,他开悟的一个开悟的佛教徒, 第一个,一定有慈悲心,也一定有爱,很强的爱。 也不只是自己开悟而已,甚至要帮助周遭的人一起感应到自己所得到的喜悦。 这样子一个慈悲爱人的喜悦。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自由, 你必须要帮助其他人, 要帮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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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助其他人。 真正的自由, 不是只有自己自由, 而是周遭的人跟我一起, 也是拥有这样子的自由, 这个才是真正, 就像小爱, 真正的爱, 是来自于每一个周遭人的大爱。 我认为这个原因是, 因为佛陀, 当他能处理他, 他能处理他所有的问题, 他不停止, 但他教授他, 他帮助其他人, 要帮助其他人, 像佛陀。 所以, 他努力地努力, 因为他想帮助其他人, 要帮助其他人, 要帮助其他人, 像佛陀。 所以, 为什么当佛陀悟道了以后, 他悟道了怎么样, 让自己可以得到永恒的喜悦, 他不是停留在当自己而已, 而是反而开始了, 这一路上的一个, 想要把这样子的道, 想这样子的幸福, 传给所有, 所有有意愿的人。 所以, 你能处理他, 在祖宗里, 像她, 他找到平安, 他们找到社会, 他们找到社会, 他们找到信仰, 他们找到信仰, 但是, 社会很好, 然后, 他们尝试拓解, 帮助其他人, 他们尝试她, 他努力地努力, 这是很好的工作。 所以, 刚刚提到, 我想法是, 自己从乌龙当中, 得到了很多的喜悦, 得到了很多的收获, 但他不是停留在自己的乌龙, 也很认真的去传播, 想要把这样子的, 对众生有好处的东西, 让更多的人了解, 让更多的人可以受贵。 所以, 世界需要时间, 工作, 行动, 所以, 她没有时间, 她有很多时间, 帮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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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些是, 好的工作, 是, 每次用的工作, 不是自己的工作, 而是, 那些人, 缺习惯, 缺习惯, 所以, 这是好的工作。 好的工作, 其实一定会包含, 有帮助他人的部分, 好的工作, 好的内容, 好的实践, 是在时间上的安排, 不会花很多时间, 在这些, 其他高科技的产业, 是花时间, 尽量的把这样子, 人间的爱, 尽量的散播, 或许是通过农业, 或许是通过好的饮食。 所以,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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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习。 所以, 我学习。 现在, 我试着他, 我试着他, 我试着我的时间, 要修理自己。 我会做这一步, 不是只有自我, 才做的。 但是, 为这一步, 我认识支持他。 因为, 我试着他, 这是我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的上司,我在泰国的上司也教导我,就是我自己从这个修行当中得以,一定要花时间,一定要把这样子得到的利益 也让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实践,所以我没有时间用脸书,我没有时间用爱,但是我把这些时间都留着,一来是开发我自己的智慧透过静坐,二来也是把这些时间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来感受到我自己的经验,带给大家一种幸福更快乐 他说这31年来跟大自然的工作,我的体会就是, 我给予大自然的,我怎么给予他,他就怎么样回馈给我,我给他不好的,他就给我不好的 但是我的经验是我给他好的,其实我获得的都远远大过于我所给予大自然的 因为如果你有缺点钱,不要担心,因为钱不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 另一个东西是更重要的,所以只要努力为其他人, 事实上是更重要的不就是每个人都不去做事实上,所以如果您平均自己的 利用了另一个人,的话在一样,您便利用了就做事实上很重要的做事实上,所以所有人可以尽力 我第一次不相信我 我用了31年来证明 我已经相信了 但你永远都不相信 所以不相信 我们只是试试 不相信 这是真实的 最好是工作 钱 钱 不太好 他31年去这样子的亲自实践 所带给他的就是 当我做的是立即优利他的时候 但所得到获得的喜悦和快乐 这是我用31年的经验 一直在实践 他也邀请各位不要相信他说的 就像刚刚提到 自己用这样的方式 当我的劳动 我的工作 我的劳动 事实上不是只是为自己的好处以外 这个劳动一定有 也对他人有好处 对他人有帮助 那这样自己是会活得更喜悦 所以 生活 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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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 当你 互相关 互相关 或是有关系 或是有关系 或是任何人 或任何人 想到 所有人 都和你 都在同样 一切 而不是分别 你和所有人都在同样 都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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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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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教我的事 其实 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跟所有的 我跟其他的人 跟自然 其实是一体的 当我 都是同一个 出发同一个来源的 我对他人好 因为我是一体的 其实我也等于 是对我自己好 我对他人不好 因为是一体的 所以我也等于 是对自己不好 这是我从佛陀当中 学到的 我们接下来 就进入第三个主题 也就是 刚刚的 在这个对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于70 和土地以及劳动 或者当劳动 或者工作 之间的一种关联 那我想你开放 我们到4点半 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或是有时间 就像一样 在这个焦点 一样 小们 巧 那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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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